如果要说美军最会装备的将军,那一定是当时被世人称为五星天皇的麦克阿瑟了。 看他那不屑的眼神,还有嘴里永远都不会掉下来的烟斗,只要站在那,就会让人感觉是个碑王。 接下来,让我们走进他的人生,带你去看看什么才叫充满逼格。 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,在1880年出生在阿肯斯的一个军人家庭。 1903年的时候,老麦在西点军校以98.43的高分毕业,创下了军校25年来的最高分数。 1918年,他率领彩虹师横扫战场,还没到40岁就晋升陆军准将。 1919年,他成为了西点军校的校长,年仅39岁的老麦再次成为历史之最。 1922年,他与第一任妻子结婚,后来却因老婆影响他的军人生涯, 便直接和妻子离了婚,让人大呼逼格。 老麦之后的时间,简直是人生巅峰。 1941年,日军偷袭了珍珠港,在菲律宾的老麦断定那是假的, 日本哪敢和美国开战了? 结果第二天,日军的飞机就飞到了菲律宾。 老麦实在抵挡不住,便撤退到了澳洲, 在巴丹留下了近8万人,之后就发生了死亡行军的惨案。 时间来到了1950年,此时的老麦已经是五星上将, 并在日本度过了五年的太上皇生活。 他的装备表演也在朝鲜战场上达到高潮, 一手人川登陆,向世人表现出自己是指挥的天才。 10月19日,联合军队高歌猛进,连战连结, 老麦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, 直接告诉采访记者,感恩节前就可以结束全部战斗了。 但也是这一天,一位来自东方的印汉来到了朝鲜, 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将会给老麦几个响亮的耳光。 联合军队在志愿军的攻势下全线溃败, 开始向后方撤退。 老麦感恩节结束战斗的计划破灭, 然后他在彭总的诱导下认为志愿军只有少许部队, 只是为了保护鸭路江而已,根本就不足为据。 11月23日那天,老麦还亲自去鸭路江上空转了一圈, 只看到一地白雪,然后他和记者说, 志愿军肯定都撤退了,圣诞节一定可以打到鸭路江, 将自己的作战计划几乎公之于众。 结果,志愿军战士14小时急行70多公里, 在三所里切断了溃逃士兵的退路。 松鼓峰一战,志愿军战士与数十倍的敌人艰难战斗, 阻敌十几个小时,打出了响当当的万随军, 也打出了最可爱的人。 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几乎把老麦的脸都打肿了, 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, 恼羞成怒的老麦开始叫嚣要给中国做外科手术, 还想让残余的国军加入战争。 老杜听后十分感动, 然后拒绝了老麦, 还派了李其威来接任总司令的职务。 就这样老麦的装备生涯在彭总的几个巴掌下彻底结束了, 不知道这几下有没有让老麦清醒过来, 装备可以, 但也不是这么个装法呀。